一些比較基本的一些相關的功能 第一類,所以我們前面有102 基本上當然你一定慢慢 這些題目做完之後 至少你要能夠了解 比如說 一些投影片的編輯跟播放的一些特效技巧 那這個是第一類我們會學到的 裡面包含就是說像 比如說開啟一些 其他的檔案像文件檔 像102題是一個文字檔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開起來 另外的話,利用布景主題 還有範本 還有版面設定裡面 調整那個投影片的編號 起始編號 那其他當然有直向橫向 其他類似像這些 比如說包含就是文字的格式 段落的格式 這些我想都是比較基本的 那你等於是這些題目 等於102一直到110 大概就是有這一些 那等一下我們要來看那個 第108題 108題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以雙數題為主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也是一樣把這個108題這個部分先打開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一些 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第一個就把這個檔 108題這個叫購物流程 然後它主要是什麼 利用自動調整功能 調整兩 投影片2 特別注意 投影片2裡面的內容 把它分割至兩張投影片 特別注意說為什麼要分割兩張 比如說有些同學 明明是簡報 你就把你 那簡報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簡單的報告 你不要說一下子 行數過高 那變一個文章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呢 你要一個簡報的話 基本上行數盡量不要超過10行以上 10行大概是一個基本的概念數字 因為你如果超過10行的話 那感覺起來 因為就沒有重點了 那再來就是你要把一些重點 把它講清楚 所以特別注意怎麼樣分割兩張 那比如說你的那個 內容過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適度的把它分割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分割呢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幫你 自動幫你分割 另外的話呢 布景主題 裡面有一個叫角度的布景主題 然後還有什麼呢 把那個布景主題的色彩 布景主題有一個色彩 可以把它改成叫下置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新增第一張投影片 所以呢 假設說你已經做好一個投影片 可是它沒有一個標題投影片 所以標題投影片就是一定是第一張 一般的話呢 像這個 第一張就是所謂的標題投影片 那你要怎麼樣新增這一張投影片 比如說 總共假如說原來有四張 那你要再新增一張的話 你怎麼去做新增的動作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比較常用的跟那個 Word EZL裡面都有像什麼 文字液疏失效果 其他還有像什麼 投影片一指的就是哪一個 就是後來你增加了這一個 我希望能夠做出一個文字動畫 動畫的效果就是有什麼彈跳 翹翹板這個效果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針對文字去做動畫 也就以後如果你要做一些簡單的動畫 我覺得PowerPoint其實已經相當的簡單 而且我覺得已經很夠用了 然後呢調整所有藍色的文字 降一階 那什麼叫降一階 特別是降一階記得喔 就是按那個鍵盤裡面有個叫Tab Tab鍵 你把它按一個Tab 它就會幫你降一階 那深紅字要降兩階 顧名思義按兩個Tab鍵 它會降階 那什麼叫降一階 就一層一層的 讓你看文章 或看簡報 會比較有層次感 那其他的話還有設定標題文字 用這個效果 那文字框 框框的部分的話 可以設定一個樣式 那其他的話呢設定行高 並且修改什麼項目符號的這個 這個圖示 然後改變它的顏色 還有它的大小 這個好像大小前面我們有做過 就是好像前面有一題是 調整大小大概120%吧 然後呢 最後做完之後呢 做投影片切換 我好像講過嘛 投影片切換你先設定完之後 最後一定要按下全副套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題目等一下自己先看過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把 原來的題目 打開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購物買賣 最後完成大概類似像這樣 那所以不僅獨立角度有點類似像這樣子一個 那最後把它改成下次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投影片的設計 設計裡面 這邊是角度 角度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角度部分的話就是長這樣 像這樣的 基本上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叫做角度有沒有 不過他原來的樣式跟這個樣式不同 那我們怎麼 怎麼再去做修改 色彩裡面的其實還有一個叫做下 下制的所以你可以找到 裡面有一個叫下制的一個色彩 有沒有這邊有個下制 那你會發現每一個布景主題還可以再去做調整 所以基本上這個布景主題一個又可以延伸出這麼多個 甚至你還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布景主題 所以布景主題其實裡面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其他的話類似像這些 比如說降一階 降兩階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108題的題目先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把這個範例檔也打開 等一下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個地方的話呢108題 把這一脈打開來 不過你會發現打開來之後他不是一個powerpoint檔 他是一個什麼檔呢 他是一個wall檔 那也就是說這個題目當然就要考你什麼 你會不會把那個wall檔變成一個powerpoint檔 也就是說將來也許人家會給你一個wall檔 不是給你powerpoint檔 要你做後續的編輯工作 那怎麼做呢 首先當然你如果把這個wall先點兩下打開來 他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將來你會發現 他一定是一個主標題 然後底下的話這個前面會是按一個TAB鍵 TAB鍵 然後TAB鍵的之後的話 裡面就放這些資料 反正一層一層一層的 而且你會發現他旁邊也出現一個導覽 導覽裡面也可以看到類似 有點像簡報啦 不過他不是一個簡報 那怎麼把這個東西放在簡報裡面呢 首先的話我先把它關閉好了 那我們一樣先開啟那個powerpoint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是一個wall檔 你要把它變成powerpoint檔的話 第一個一樣把那個office2010的那個powerpoint先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那應該還記得吧 102體裡面呢 有一個叫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 新增 這個地方有一個 從哪邊呢 還記得嗎 我們不是 102體有沒有直接從 新增投影片裡面有沒有看有沒有影響 然後呢 之前的話呢 是從什麼 從那個 大綱插入投影片 有沒有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其實方法都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102體裡面呢 他是TST檔 他是文字檔 不過這邊也支援 DOC 就是說wall檔 我們來試一下 開啟 那我的檔案是放在下載裡面 因為我下載之後把它解壓說在這邊 找到108 你會發現這個題目也會出現 按插入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 PowerPoint檔 一個一個的幫你把它放進來了 有沒有 那實際上呢 剛剛的PowerPoint全部都會跑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人家給你的PowerPoint 假如不是 按照我們預設的格式 那個格式一定是怎麼樣 就是你如果是一個Word檔 要把它轉成PowerPoint 不是說隨隨便便的Word都可以轉喔 他一定是怎麼樣呢 這個你會發現 這個一定是 主要的標題 那底下的東西 一定是前面有按下一個TAP鍵 TAB鍵 在你鍵盤的那個 左邊的第三個 第三個 TAB TAP鍵 然後底下的這些都 都是按TAP鍵 反正開頭一定是TAP鍵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是 一層一層的 上面是標題 下面是內容 那你會到PowerPoint裡面的話 長的就會是 像現在的 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OK 好 那這樣的話 第一步我們就完成了 我是利用什麼 新增 從什麼 常用裡面的新增投影片 新增投影片裡面找到那個 從大缸插入投影片 那這個動作跟 好像 102題吧 102題裡面那個也是一個文字檔 它的方法都一樣 那這樣他就會幫我把那個 資料給插入到這裡面 就是在PowerPoint裡面 OK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等於是Word把它轉換成PowerPoint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調整投影片2的內容 調整投影片2 的內容 投影片2 沒電 OK 你們先試一下 就是 第一個是空白 你把它刪掉 按Delete就可以了 或按右鍵刪除 我們留下兩個 留下那個 總共有4張投影片 那這4張投影片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第1張應該原則上還OK 因為行數沒有超過10行 168 8行 然後不過你會發現 用印這個地方 第2頁投影片怎麼樣 他這個就太多了 你會發現 你視覺上面 你會應該會覺得說 為什麼在這裡面感覺好像 這個 這行數特別多 那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它分割 所以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他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先 有沒有 調整投影片2內容 分割至兩張投影片 那投影片2的話 基本上就是 刪掉第1張之後 那就是用印這一張 用印這一張 如果說你要把它分割成 兩張投影片的話 那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 當然你也可以手動 你比如說你可能比較 稍微笨一點的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在底下 插入一張新的投影片 比如說你這邊插入一張新的投影片 那這一張投影片的話呢 也許是什麼呢 就是底下 也許你 標題 和文字好了 那你可以插入一張新的投影片 然後再把這邊的 這個部分 複製貼過來 可是這個方法其實不是很聰明 比較 比較稍微好一點的方法 就是 我們題目要求的 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先點投影片2 第二個 點一下這個框框裡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關鍵在這裡 關鍵就是在 點一下這個框框之後 它的那個 左下角會出現有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圖示 那你把 滑鼠點擊它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 它第3個項目是什麼 分割兩張投影片間的文字 那也就是利用這個功能 它會自動幫你分割成兩張 而且它的標題會是一樣的 並且一個上面一個下 我們試一下 分割兩張投影片間的文字 按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幫我把 名稱都取一樣的 但是呢 它會呢 上面一個部分 下面一個部分幫你做切割 那實際上呢 就是 它好像也是利用 兩等份的 反正就幫你切成兩個 也就是本來一張投影片 那會變成兩張投影片 特別注意這個 這個部分很重要 因為尤其你在做簡報的時候 不要超過10行 否則的話 你看原來 假設我 Ctrl 字以下 原來的 是這樣子 這個實在看的不清楚 如果你Ctrl Y 我把它 分割成兩張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視覺上面 就會稍微清楚一點 因為呢 項目不會太多 對一般來說也比較好閱讀 OK 第一個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就是 把投影片加進來之後 然後把第二張分割 再來的話 將所以投影片 做一個 布景主題的置換 換成什麼呢 換成那個 角度 有一個角度 然後呢 布景主題呢 把它改成下置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設計 這個跟前面一樣 設計裡面 哪一個是角度 其實你用 大概也用理解的 所謂的角度就是說 有一個角度 那這邊大概只有 這個是有一個角度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個 沒錯 所以你把游標放在上面 它也會告訴你 它是不是角度 是角度 OK把它點擊 它就會幫你套用了 接下來的話 色彩部分 它要套用一個叫下置 下置在哪裡呢 點擊它之後 其實當然你將來不見得一定是 就是 一定照 題目 我們題目規定是下置 可是如果你將來要做出 適合自己的簡報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很多其他的變化 其他的變化 那這個我想你可以針對你的需求去做那個色彩的改變 這邊其中有個下置 那我們就點擊這個下置的這個色彩 OK 好那這樣的話就完成我們第二題的部分 第一題 第二題 OK 再來的話 新增 第一張標題投影片 而且是 記得喔 在第一張 位置一定是第一張 然後呢 一定是要標題投影片 並且輸入一個標題叫做 購物買賣流程 就類似長這樣子 然後呢 它要什麼 套用這個 文字藝術師的效果 並且把字放成60跟標凱體 大概會有這幾個動作 那怎麼做 其實首先第一個呢 游標放在上面這邊 也就是說在第一張投影片的上面會多出一條線 你點擊 這個位置 特別一定要是這個位置 再來做常用裡面 一樣會有個新增投影片 特別注意喔 這個我想跟剛剛 就是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是一樣的位置 1 然後呢 再來呢 2就是新增投影片 找到什麼呢 標題投影片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標題投影片 把它點 點擊 點擊 然後新增一個投影片 記得點擊 不是點上面 是點下面 OK 點下面這邊 然後標題投影片 那你會發現 在第一張就出現了 並且把那個文字打上去 那我們待會再完成 等一下底下的部分 好了 貨物買的流程 自打上去之後 那我們要做哪些動作 題目裡面要我們第一個 記得自打上去之後 游標 停在框框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點擊格式裡面有個文字藝術師 樣式 其中呢 他要我們用的是這個 黑黑的這個 叫漸層填滿 黑色 外框 白色 外陰影 長得就像這樣子 OK 他講一堆啦 其實就是這個 OK 那把它點擊下去之後的話 好 就完成了 文字藝術師 記得要是點格式 框框格式 裡面的話會有文字藝術師的這個 接下來的話常用裡面 請你把字放大到60 然後並且呢 改成什麼呢 標凱體 所以你這邊的話 往下捲動 找到標凱體 就完成他要我們的設定 OK 所以你會發現做出來類似有像這樣的效果 但是呢 這個時候你把它 你 他預設的效果是這樣 但是 接下來的是要做動畫 那這個動畫呢 效果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這個效果就是要什麼 彈跳跟蹺蹺板 然後呢 彈跳進來的時間是 2.5秒 蹺蹺板的效果是 1秒鐘 那做出來效果 我們來做 我這邊有個做好的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做好的效果類似像這樣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他這個彈跳 2.5秒 大概類似這樣 然後蹺蹺板1秒鐘 有沒有 類似剛剛各位看到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的 特別注意 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效果做的感覺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這個是彈跳 敲敲板 一個是2.5秒 一個是1秒鐘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其實並不困難 最關鍵的地方 裡面這個動畫 我覺得做已經 蠻容易的 而且 不容易 就是說不難學習 那首先你第一個 也是要選框框 第二個的話 做什麼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動畫裡面 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叫 新增動畫 新增動畫你把它點擊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有一個 就是說 進入 跟強調 一般的話 進入是 你畫面進來的 第一個順位一定是進入 再往後面的話一定都是強調 或者是最後的結束 會有這些效果出來 那一般都是進入跟強調 題目裡面第一個要什麼 要我們現在進入的時候 做什麼呢 彈跳的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很多嘛 彈跳在哪裡 在這裡 彈跳 有沒有 那你就先設定這個 第一個 再設定新增 強調 敲敲板有沒有 敲敲板有沒有看到 敲敲板有沒有 所以 哎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然後設定時間的話 這個2.5秒 這個1秒鐘 好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這個步驟的話 3不是很 不是很困難啦 不過還是會很容易做錯 1 新增動畫 彈跳 其實你會發現喔 你移動到上面 他也會出現那個彈跳的動畫給你看 點擊他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出現一個期間 期間是什麼期間呢 就是 多少 就是他的那個時間 是2.5秒 所以這個地方你請你把這個 時間調整到2.5秒 大概2.5秒 那什麼時候開始呢 什麼時候開始 記得喔 不是按一下 應該是 與 前動畫同時 也就是說呢 當 你前面有動畫之後 比如說我們有換頁動畫 那就會有個與前動畫同時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這個動作 記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在第4裡面也有 有沒有 標題動畫裡面 彈跳 進入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跟你講說進入 然後什麼時候進入呢 與前動畫同時 時間的話是2.5秒 OK 所以你會發現 你只要找得到的話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1 第二個的話是敲敲板 所以我第1個已經做完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按一下這邊 然後呢就是點什麼 點敲敲板 好這個時候會出現這個 然後什麼時候呢 接續前動畫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選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 要彈跳之後 才是敲敲板 所以是接續前面一個動畫 如果你是選與前動畫同時 他會彈跳 一直也兼敲敲板 兩個會同時啦 那就怪怪的 又彈跳又敲敲板 這怎麼做喔 你等一下可以玩玩看啦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效果 然後呢 接續 前動畫 那時間的話 預設就1秒鐘 所以沒有問題 那其實你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 直接就是在 底下這邊有一個 投影片放映 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按下去 看看有沒有這個效果出來 12.5秒 有沒有 出來了 這個效果你只要做完喔 如果你剛剛 按一下這個 下方有一個 有沒有 一個播放投影片放映這個小按鈕 如果你按下去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效果的話 那恭喜你 你沒做錯 那可是喔 如果你做錯的話怎麼辦 其實這邊有一個叫做 動畫窗格 一般的話 其實他隱藏功能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喔 你剛剛做過的任何的動畫 都會 在動畫窗格裡面被看到 那怎麼辦 如果你做錯的話 我建議你 這邊有一個移除 有沒有 你就把它移除之後 再做一次 或者是說 直接在 這邊 去做修正 OK 所以記得 1點這邊 2 新增 這個 彈跳 然後再來強調 再來 敲敲板 OK啊 試一下 這個我想蠻重要的 如果你會用的話 以後呢 可以用在任何簡報上面 你會發現奇怪你的動畫就跟人家是不同的 因為你的動 你的你的你的簡報就會隨時都有動畫出現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個是第幾題第四 第四題的部分 那後面還有5到8 我想5到8等一下來看好了喔 請坐在一起 就像說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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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